公元395年11月的一个清城 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 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 骑兵队伍的首领 是24岁的北魏皇帝国阿归 此时黄河北岸 驻扎着后燕国的八万骑兵 国王慕容锤的命令 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归 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 在长达九年的皇帝生涯中 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 四处征战 他深知这场战争 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 未来的命运 拓跋归所统帅的 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 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 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 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 火山灰飘浮在地球上突 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 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 变得薄弱 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气 这次寒冷气持续了整整六个世纪 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 因此得以彻底改变 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 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 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 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难移2至4个维度 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 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 长城之外 曾经风着的草原 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 变得贫瘠荒凉 长城的大门 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 长城之内纷乱四起 各路英雄逐鹿天下 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三百余年的歌曲混战局面 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 一只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 他们就是鲜卑拓拔部 匈奴衰落后 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 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并逐步向南迁徙 最终到达核桃平原 在这里年轻而又雄略的拓拔归建立了北魏政权 开始半定居生活 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 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 如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 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五个月 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 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 燕军内部互相猜疑 将士们无心恋战 只好下令趁夜撤军 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 黄河水意外结冰 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 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 拓跋归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 暗中接近燕军 显然 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归并不缺乏勇敢于智谋 这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 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 第二年拓跋归乘胜进击 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 公元398年 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 拓跋归动用十万工匠 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式的都城 此后数年 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 公元439年 北魏统一了北方 从那时开始 北魏与南方的流宋政权并立 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 但在长城之外 柔然也以统一墨北 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 横根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 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 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 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 然而 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 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 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 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马道 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 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